跟正面民主黨卓東泰 握手不到三秒就閃過 一同參加國小校慶 卻變成柯P主場 還有粉絲耶 小朋友滿常韓柯P 剛剛也讓民進黨看到 柯文哲在這些未來選民心中的 超高忍氣 那些小朋友都沒有投票權 你就不要想太多 像你選總統的時候 他們就有投票權 那你找啊 柯文哲得意到 對更上層樓的可能 好不掩飾 即便婉拒民主黨議員邀入黨 卻留下伏筆 有時候政治還是有承諾 我們當時要選的時候 就答應說這個 在任內不會加入 對 所以這個 這個還是要 不敢說百分之百的盡量 應該還是要遵守政治諾言 不加入政黨的政治承諾 只限第一屆任期 若成功連任 要不要加入政律軍 柯P也在盤算 又烈得失 要加入民主主黨 這個部分我們都是歡迎 也樂觀其成 我們不會去反對 那至於說市長怎麼想 那可能就是還要進一步的 我們再了解一下 我跟你講我真的要加入 我看他們 他們才不要 會不會擔心他們 加入民進黨以後 就可以唱什麼議員了 是不是 留下各民進黨的談判空間 綠營行李有數 可問者入黨潛條件 沒說出口的 應該是先幫我連任再說 這有張談全文 這有台北報導 建議員 谢谢大家